母亲 母亲 你饶了娘吧 你把恒儿杀了吧 恒儿替不清赎罪 毒妇 我今天非要挖出你的心 看看你的心到底有多黑 且慢 你这老头 没听说过有仇不报非娟子吗 虽然苏夫人是女子 现在是女鬼 但有仇不报就不是好女鬼 我不是不让她报仇 是她如果在阳间杀人了 就不能轮回转世了 我想没读过书可不许骗我 我何其无辜啊 这个规矩明明是你 哎呀 说不清说不清啊 我就算不能轮回转世 我今天也要杀了这个毒妇 夫人 不要 做人是她害死了你 做鬼了 不能因为她再不能转世投胎 不值当啊 苏氏 我让你做人做鬼都不能好过 你杀呀 杀呀 多大的代价 我也要让她死 娘 不要啊 云儿 娘的云儿 你还活着 娘 儿子好想你啊 云儿 是娘无能 眼睁睁地看着你被害 却保护不了你 娘今天就杀了周云阳给你报仇 娘 仇儿子来报 你不要大伤刺激 不知道 来生我还要做您的儿子 上您儿子满头 承欢西夏 所以 您一定要轮回转世 好 娘答应你 来生 我们母子在许这份母子情 师父 想哭我是怎么个事啊 年王 你还记不记得你在陈家时答应我的话 罚我的事你还没说怎么罚呢 那我今天就罚你 让苏夫人他们母子来生还做母子 了了今生的遗憾 你能做到不 能 娘 娘 记住我们的约点 我们来生还做母子 静云的手臂还还着 可她却再也感受不到娘的存在 连冷意都感觉不到了 苏夫人也还环抱着儿子 她能看见却触摸不到了 小燕宝看了一眼阎王 阎王知道阎宝的意思 可是 她也没有办法 这个药只能吃一次 再吃它的魂魄会承受不住 有魂飞魄散的危险 不会是小气舍不得吧 哎呦 我跟谁小气也不敢跟你小气啊 阎王心里负匪 为了证明自己的确不小气 当即从怀里掏出一个瓶子来 我这里还有酒磕呢 不幸你就给它吃 可不是我心疼 小燕宝冲阎王一伸手 阎王瞪大眼睛 把瓶子递到了小燕宝的手里 燕宝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你真要给它吃 姑且相信你说的话 不过你既然不是小气 那就把这些药丸送给我吧 没准以后用得上 省得再跟你药会麻烦的 这是明目张胆的大劫啊 我可就只剩下这九颗涅槃鬼单了 下次我再来的时候 一定身上什么宝贝都不带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